聖工會省秘書長管浩鳴牧師 已經口頭和書面都會來通知了崇基神學院 表明在今年的9月1日開始就會退出支持教會這個身份 管浩鳴就解釋聖工會作為支持的中派已經很久 但是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來就沒有在經費上支持過崇基神學院 只是在建堂的時候來捐過錢而已 也沒有正式派神學生去崇基神學院帶他去讀神學 所以支持教會的名字就名存十亡 所以就決定退出了 崇基神學院是1951年來創辦的 當時有五個教會或者中派來支持 除了聖工會之外 還有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還有崇真會、秦道衛理聯合教會 還有五巡折聖結會 那好了 那這個情況就令人來很質疑了 包括本身聖工會的牧師馮志活都會說 他說這個要折省資源的說法是很令人難以信服的 節省到多少 資源幾乎是零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聖工會裡面其實很多的同工 包括你們的大主教 無論他們的薪金、居住的環境、所用的車 其實都很令人很羨慕的 那如果在這一方面 節省一些時候 其實可能支持到很多的神學教育的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說 我們過去是支持教會 二、三十年來我們都沒有來 但是我們真的做過任何的事情的時候 那就是錯了 你承認自己錯的時候就要去改過 改過就不是退出 這個不是引咎辭退 那很簡單舉個例 就是約翰、施洗約翰都說了 當你們要悔改的時候 就要有些行為 與悔改的心相稱 那過去二、三十年來 你都沒有在經費上面支持過 那現在拿筆錢出來 你又支持回他們 聖工會不是沒有錢嘛 是不是 好了 那你想一下過去二、三十年來 可能崇基神樂園裡面很多的刊物 很多的長刊 在後面都可能印了 支持的教會是哪五間 就是 如果在外面要收廣告費呢 其實這麼多都不少 那你還給錢 那就已經解決了問題了 那就不是去退出 甚至退出之前 都要還給這些錢啦 對不對 好了 那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那有人就會說 會不會是跟神樂園 換了院長 而現在凝福曾博士 他那個的做法啦 論調啊 就很令到聖工會有點尷尬呢 那樣 很簡單舉個例 那就凝福曾博士 我們大埔區的教牧同工會呢 都邀請了呢 阿營 福曾博士呢 在我們大埔區的教牧同工會裡面 有分享 國內的宗教政策 其實很客觀的分析 他會來帶去提出這些質疑 還有就是我們知道 當在一些國內裡面 有牧師來帶去抗議 為什麼要拆十字架的時候 結果一位牧師 就被人家來帶去抓了 就說他來帶去 就是騙錢 騙教會的錢 這個就是僱藥新牧師 但是就凝福曾博士和梁家倫牧師 就曾經發起 招求人聯合簽署 表明來帶去 期望國內真是很公正地去徹查這件事 因為他相信僱藥新牧師 就絕對不是這樣的人 這些這樣的行動 已經令到可能國內的人 在政府高層 不是那麼高興 還有 他又來帶去崇基神學院裡面 都有一些學生 來帶去參與了雨傘運動 而甚至有一個林順軒在年初一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是勸人不要來帶去 就是有暴亂 反而被人抓了 更加沒有搜查令之下 就去到他家裡來帶去搜查 結果神學院馬上發聲明 譴責警方濫權 所以你留意到 這些行動 跟聖工會一貫以來的行為似乎不是很相同 我曾經說過 就是他上去看閱兵的時候 但是在國內裡 那裡面有沒有來到為中國的一些教會被拆 而發聲呢 那沒有嘛 雖然曾經在教星這一份的刊物裡面 但是在自己教會裡面 你有內部傳閱而已 曾經很簡單的 來輕輕的描述過 甚至他有一些言論 大家都記得 在車遊行的時候 一些的學生被拘捕了的時候 他就會在那裡笑 要不要帶飛鴻去啊 就是來帶去遊行 甚至來帶去坐牢啊 那所以你留意到 就是這些的言論 甚至他也都講過 普選不是萬寧丹的 那讚揚特首都是愛香港的 那甚至剛剛發言人 就是管浩明 都曾經以主人和貓來比喻中港關係 暗示我們要乖乖的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那這個是跟他們的思維很不同 那還有就是 我們知道現在 我們的主教就是政協來的 那會不會最近習近平 也都很清楚的 來帶去講到 就是提到宗教的一些工作會議裡面 就說到 各級的黨委要提高 處理宗教的能力 那就要直接管理 來到宗教 宗教就要去配合 國家黨裡面的行動 要維護祖國統一 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那跟這些呢 是不是很不相符呢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緣故 就要去劃清界線 退出 免得給你一年累了我們呢 那 有很多人 有這些這樣的思想 那 包括我自己 我都有這樣的想法 那 所以呢 就退出了 那 而是說 因為我們二三十年來 沒有支持 那所以我們就不如正式退出 為什麼選擇這時候呢 那就值得去相確的 好了 那同樣 有些協助情緒和行為有問題的學生呢 那些群獄學校呢 就是東灣的 莫羅瑞華學校呢 那 就想遷去屯門 就受著爭議 那我幾欣賞呢 第一 就是主流傳媒其實 是沒有怎麼去理到這件事的 那 那我自己有聽D100的 那 在上個星期五D100裡面呢 那 就是那個 風波裡的自由風呢 李惠寧和傑斯呢 就開始去說這件事 那跟著都知道 在網上有很多人很多人呢 會提出那個的意見 那 就 特別呢 人愛堂那間的學校 那 他都是呢 一些的政治人物來的 是一個教育機構裡面的領導 就反對 就寫一封信 借給政府 就說這班的學生呢 說很可怕的 包括有暴力行為啊 參與黑社會行動啊 有吸毒習慣啊 性濫交啊 那樣 那很容易就跟區內的不良分子呢 來帶去勾結 那如果呢 選擇在學校附近的時候 就很影響到他們那間的學校 或者學生 我會覺得他們都是 可能出於愛自己的同學 但是來自一個校長 還有幾個的區議員 這幾個區議員呢 就是 新聞黨的 那就是 田北辰啊 葉劉淑儀那班 還有工聯會的 陳婉嫻啊 王國興那班 那好像有六七個 加上這個校長就去反對 那 那 想著有人說 那就拿選票啦 那但是 出來的問題就怎樣呢 原來很多人都看到 這些學生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恐怖的 那後來 禮拜日的時候 他們都出了一份聲明了 就是現在 屯門人外堂那個校長就說 原來這份的文件呢 就是這些資料 我是來自教育署裡面呢 那些的資料 但這些資料其實已經很舊了 但是 楊潤雄呢 就是這個 官呢 他就說 他說 我們其實很多 幾十頁的資料 他只不過拿了一部分 那就以片概存啦 這樣 第一就是 我也覺得呢 教處都要來帶去了解一下 因為這些的描繪呢 已經呢 超過二十年的歷史了 而且用這麼負面的詞類呢 其實很影響到那些學生的 那 但我又很欣賞喔 電台就訪問了呢 匯基書院 是在東九龍的學校的校長 因為他們對面呢 就有一間 這樣類似的學校了 那但是呢 就完全沒有問題 那同樣也都訪問了呢 孫道中學 就是這個屯門選址 那一道附近的學校的校長 那原來也都有很多的學校的校長 或者一些的教師都認同呢 是可以呢 就是鼓勵他們 可以在屯門這裏面來建立 是幫助到他們的 那我們又再看回 原來再找回資料 那他們說 諮詢不足原來不是 二月的時候 在東灣這間的學校呢 已經邀請了屯門區的校長啊 那些人呢 去參觀的 但是 反對這間學校 建立的 陣外堂的校長呢 在二月的時候 一路 就是和區議員 是沒有去參觀到的 他主觀地已經拒絕了的了 那但是呢 你又不去看那個現實 然後就去說這些人會累死你 於是就來帶他去割席 那這個是完全接受不到的 那但是我們又看到這些政治人物是怎樣 那剛剛昨天呢 在議會裏面呢 就是新聞黨啊 田北辰啊 或者工聯會呢 全部就投回贊成票了 因為現在群眾呢 都是站在這一邊 那結果呢 就是他們去投 甚至呢 田北辰說 我們這些區議員來帶去反對 只不過是大家 就是交個朋友啊 就是社交一下 就是幫助那些人 很恐怖啊 這些言論 那但是無論怎樣 我們會看到 為這些的教育工作者 你傾斧這些人是很可悲的 這幫人其實不是真的那麼恐怖 他們其實是家庭裏面有問題 有需要 你不要看死他 我都認識我自己一個的家庭 他的新聞仔 曾經都有一些放蕩 或者是不羈的時間 但是最近呢 就是讀這些學校的時候呢 都能夠改好了 甚至呢名列前茅 是做得非常好 我很欣賞那些學校裡面的校長啦 老師啦 他們能夠好一點的教育 循循善有 這個是一個的祝福 是要花更多的時間來忍耐 要去面對這些的人 但是我經常覺得 一個教育工作者 我們能夠 教一些好的學生 和教好學生呢 是兩回事 主耶穌尼就說 我不是要去呼召那些異人 而是要召罪人 所以我很感恩就是 會紀書院啊 宣度中學啊 都能夠本絕這個基督精神 那其實你留意到 那這間學校的校長 即仁愛堂 他反對 但他是很主觀 不肯去探究 這班學校的學生是怎樣 就已經拒絕 他現在雖然賴了說 是那份文件引致到他這樣 但他都沒有認錯 他仍然堅持 其實不想這間學校在這裡 來帶他去建立 那跟聖工會呢 要退出崇基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我不想被你累了 但是這個 是不是真的累了你呢 絕對不是 只是反映出 這些言論的人 無論校長 或者要退出的 這個宗教裡面的領袖 那個的思維 和質素是怎樣呢 好 好 人家 不接著 迷人 不接著 流動不是